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女性角色为主吧 我觉得对身体和体力都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对我现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么多年对人生有很多理解 所以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最好的一个状态 莫非是说现在事业和感情都相当稳定吗 自从公开了恋记 李冰冰与男友也是各种花式雄爱 白色情人节的一句爱对了人 每一天都是情人节也是虐表人数单狮狗 男人不仅喜欢在微博上撒糖 自己下总是粘成了连体音 想说如此甜蜜是不是好事将近了呢 一聊到感情 想说冰冰姐的声音都变得少女起来了 果然爱得非常甜蜜哦 这边的冰冰姐和男友选择继续谈情说爱 另一边的冬雨妹子则在电影圈开启了承包男神的大业 最新的电影《喜欢你》 周冬雨和金城武就上演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 我觉得是一个与全世界女人为敌的感觉 对我们这个戏可厉害了 有金城武 大家来看吧 4月27号6点 而且我刚刚进组又要宣传 然后要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又得拍戏 所以其实挺充实的 新的戏你觉得能让我们介绍一下戏 新的戏叫 我想一下 叫《武林怪兽》 是和古天鹿先生 还有陈学东先生 还有还有还有郭碧亭小姐一起 对对对 其实记性就这么差吗 对我跟你说喜欢你的档期 我记了半天 今天才记住 4月27号6点 就可以看了 记性不好不要紧承包男神才最重要 这边在大荧幕上和金城武甜蜜相恋 很快他又要搭档古天乐和陈学东 再加上之前合作的斗霄 陈晓 于文乐 林根兴 张孝权 李志廷等 想说东宇妹子这辈子能承包那么多的男神 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全世界的节奏呀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希望大家饶过我 尤其是女粉丝 等等 在现场还来了一位和东宇搭档了好多次的男神 那就是小天软惊天 从暴走神探谎言兮兮里 再到最近刚刚拍完的李文的MV时吧 如此默契的两位想必会发出不无效的火花吧 我们两个看对方看腻了 没有开玩笑的 东宇就很熟啊 然后刚开始跟他拍MV的时候 因为我们两个太熟了 然后看到对方会笑吵 其实我们两个刚开始就互相斗对方了 然后斗久了以后 其实慢慢的也就说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不要害我砸锅 我可是影后哦 对啊 想说影后的魅力也是无法倒 伤害报道